我們現在人在菲律賓馬尼拉,馬卡蒂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一起來當贊助商,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我們現在人在菲律賓馬尼拉,這裡是馬卡蒂 今天是早上上班時間,所以人非常的多,大家都要去上班了 阿翰,我們現在這個地方是馬尼拉嗎? 沒錯 人有沒有很多? 好像越來越多了 是,今天禮拜一 今天禮拜一,大家都要上班了 昨天禮拜日 你昨天是不是趁著我睡著,又把我帶到別的地方去 為什麼昨天沒人,今天這麼多人 昨天是他們的禮拜日,做禮拜的日子 所以就是今天人會比較多一點 現在上班時間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吃早餐 現在時間大概是7點40分 7點50分左右 大概已經是這個樣子了 那我們先去找個吃的,好像在這邊 到了,費金千辛萬苦 就是說要來吃這一間,叫做 專案咖啡 咖啡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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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就是這些,早餐啊 還有,還有義大利麵 大概是這些東西 環境非常好 不愧是網紅咖啡 可是都沒有人 找個地方 喔,來了來了來了 你點這是什麼 德式大香腸 對,德式大香腸 就熱狗香腸 熱狗香腸 這個,你看一下 這個叫什麼 噢,continental breakfast 我這個是 德國香腸 三明治 那裡面 放那個德國香腸 這個340分 覺得好貴喔 這個,這個咖啡 這比星巴克還貴啊 我覺得 就200塊 這不來的物價 對啊 你不是買電話卡 你電話卡 我之前買1500 現在那個是2000 一樣的東西 吃到飽的要2000 好像漲價了 物價都一直在漲 可是 人很多啊 但是這一間 現在沒人 你咖啡這間是網紅店 那條先吃一口看看 你就整支拿去補就好啊 你現在切什麼 儀式感 噢,好痛喔 呵呵 呵呵 你要先舔一下啊 呵呵呵 呵呵 吃得怎麼樣 不錯 不錯 我也要吃看看喔 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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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翰 要帶我們去哪裡 看看繞繞 要帶你們去看一個 算在這裡比較 比較高高端的房子 比較高端喔 對對對 就是 像 之前我們看的一些房子 它的密度都比較 比較 喔 你是說一層比較多戶 對 那這個 應該算在我們台灣算豪宅 喔豪宅喔 對 我們來這裡看豪宅喔 比較素雅 比較素雅 對 那是一桌要坐客人車還是一台喔 不要後面鑽 走路就到了喔 太好了 走走走 欸阿翰為什麼忽然停下來 他說好像倒了是不是 倒了 欸阿翰 這一區好像跟我們印象中的馬卡提不太一樣 好像比較住宅的感覺 對 這邊周遭就是住宅區 還有一些 其他國家的大使館 喔大使館 聽說台灣很多外交官 外交人員也都住這一區 因為這一區的感覺 你看 光車子啊 嗯 人流啊 人走的這個 步調也不一樣 比較晚一點 喔 因為阿亞拉大道那一邊好像都是比較屬於商業區 這邊是 比較屬於 老馬卡提人會住的住宅區 對 就是懂的才會住的選的區 都是非常有素質的 喔有素質的是不是 我們這種沒素質的不能住這裡 我們就是有素質 我們就是有素質 我們所有的觀眾都住 OK 所以可以進去 對 欸 溝通好了是不是 溝通了 喔那我們進來了這邊以後 好像是一個 比較小而美的一個社區 這裡好像都很多這種 比較屬於好一點的豪宅區 然後這個 比較像台灣的那種房子 沒有這麼大浮誇的拉筆啊 不像那種 有點像飯店的拉筆 但是不是那種大 很大型的那種 台灣那種 精緻張綠的那種 我們現在來到 我們現在來到 他這個區域 是他的公司 剛好是游泳室耶 在市中心會有辦法在這裡 喔 雖然沒有很長啦 你沒辦法用衝刺的 但是就是至少可以在這邊泡一下 那附近都是這種比較屬於住宅 住宅樓 不是那種辦公室的帷幕大樓 喔 這邊是他的健身房 這是Fitness Center 健身房裡面有人 我們就不進去 然後有一些 兩層的喔 上面有一些跑步機啊 有重訓 然後上面好像有一些會客室 從這個地方上去 在這裡 他目前沒有 裡面沒有人 但是可以用 是這樣 這小朋友啊 然後也可以在這邊 阿漢又帶我們進到另外一個空間 這是也是另外一個會客室 這邊做 所以這個是Partition耶 那邊也有耶 然後還有會議室 我覺得菲律賓好像很多社區都會規劃 共享辦公室 其實他們很多是那種在居家上班 尤其是疫情過後 他們都在居家上班 改變了他們在上班的形態 上班的形態 對 然後這邊可能是 管委會在做一些整理是不是 這是現在他們在做這間的整理 平常這是一個兒童遊戲室 兒童遊戲室 上面好像也有齁 我們上去看一下 好上來了 一樣是一個會客室 阿漢 這是咖啡聽吧 這感覺環境比我們剛剛吃的那個網紅咖啡 要像餐廳耶 所以就三五好友朋友 親朋好友來的時候就可以來這邊 比較方便 所以公設應該差不多這些 我們就實際去看一下房子本身 聽說這個房子也比較特別 它是樓中樓的 而且不是那種夾層的樓層 不是夾層是真的 真的樓層 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 就是說它的樓層剛好跟公設是同一個樓層 喔這邊是公設喔 剛剛我們看了這麼多好的公設 所以表示你今天想到泳池去游泳 然後你就從你家出來 那就可以直接 同一樓喔 在那邊 所以我們直接過去那邊看一下 它一邊是住宅 一邊是公設 一邊是住宅 一邊是公設 所以幾乎就是你這層樓在用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 進來了 一看就知道這一戶不同凡翔 它的格局跟人家不一樣 這是我們在Berrybeen那麼久 第一次看到的格局 這個叫做Loft 洛福特 就是 Loft 是夾層的嗎 不是 是紮紮實實的 柔中樓 看完這個 其實我在台灣 我看很多樓中樓 有一些真的是 因為你住大樓 然後又想要有一些隱私性 其實樓中樓是非常適合的 然後它的空間的利用啊 可能也會 有些人覺得比較喜歡啊 就是上下兩層樓 然後我們先從這個開始看起 其實在菲律賓呢 你如果是比較高端一點的房子 它是會配三機的 像他進來了以後 他廚房就在這個地方 它是有配三機的 而且是歐洲品牌 這個是 這個電陶爐 IH爐 這房子我們先講 這房子是 今年才剛交互 全新的啦 全新剛落成 現在落成真的蠻多的 但是現在 灰塵有點 粉塵啊 全新的本來就這樣 中間有用過 並不是說是 手工夫婦 全新的 那進來以後 這個地方是玄關區 再加上廚房 這一整區 空間非常大 這邊可以放個冰箱 那走過來這邊 就是它的客餐廳 客餐廳的大小 那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規劃 這個地方是放電視 你會做一個櫃子 還是直接鎖在 電視鎖在這個 它的樓梯 剛樑這邊 其實如果這在台灣的話 那如果看台灣的面向 是轉大面的牆面 去做電視的 對 那以現在建造出 給我們的配置 它是希望我們面向 那邊是電視牆 電視牆 因為現在在這邊 可是你坐在這邊 不是就被壓樑的感覺嗎 會嗎 大概沒有壓樑 不會覺得壓迫 不會覺得壓迫 那基本上這種房子 大概都一兩個人住 比較剛好 小家庭 小家庭 就蠻剛好 沒有很多人 就不用太剛好 甚至你可以 把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廚廠 廚廠是 做一個沙發背牆 做一個沙發背牆 也可以 然後我們在台灣常看到這種 算是樓中樓的 它會在這邊做一個水晶吊燈 有沒有看到這個 挑高六米二 六米多 你看雷射槍都帶出來了 六米多 六米二 然後廁所就在這個下面 在這裡 它這個是一個三建築的 但是目前沒有做乾式分離 到時候你們再自己去 有買的人再自己處理就好 然後這個是河城的 台灣之光 HCG的 我們往這邊看 然後這一個房型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除了它在公設城以外 它還有一個大露台 它這個露台是沒辦法 除了像台灣 建商很奇怪 就連這個都賣給你 就是這個也要算三分之一的價錢 這個露台不是讓你種菜的 這個是公設 因為才剛交屋 所以它一些綠化質還在做 所以到時候 這邊可能看出去就整個綠油油的 是這樣的 別人的游泳池在那邊 然後這個整個馬哈密的四景 噢四龍 那個就RCBC那一棟 RCBC那一棟 對對對 那你在這邊 因為它的樓層 剛好在公設城 所以你看出去也不會說 你如果在第一層 那你看出去就別人 就比較擁擠的感覺 那這個感覺是還OK 然後這個案子 它除了配三劑以外 它連冷氣都配 我看到沒有 大金冷氣 配了兩台冷氣 樓上好像也有 那我們就直接到二樓來看一下 臥室 台灣人買這種房子 他們很喜歡在這邊再搭出去 那我是建議 就是它原始的格局 這樣子是最符合設計師跟建築師 它當時的設計規劃 你看 這邊還有一個窗 所以整個採光性 現在沒開燈 還不錯 我們看一下房間 他們現在很喜歡用這種拉門 跟日本一樣 日本也超級喜歡用這種拉門 你要節省空間 你要節省空間 你要整個室 室內空間比較有效利用 比較有效利用 那現在因為鋼架屋 所以它沒有燈 但它有做天花板 這個天花板是有做的 所以整個大小 空間是這樣 那一般來講 羅宗頭 台灣的印象就是 上面這一間的壓布台 以我這180間 我都沒有一切 甚至我到泰國去 有這個 那我上去 我怎麼是要感覺一下 那個是夾城 那不是羅宗頭 對 這個是正規的 大小 而且那是有寒天花板 天花板已經定下來了 這個還有兩米四 兩米四是標準的吧 對 兩米四就是在 我們台灣現在的房子來講 裝修完之後 盡量都不要低於兩米四 喔 兩米四一下 因為它這個有做天花板 它天花板其實做蠻厚的 可能有一些消防灑水頭的設計吧 不知道 然後櫃子的部分也都全部 都做好了 所以你不用再買衣� 不用再做衣� 不用再做衣� 在菲律賓大部分的房子 都是非常簡配 兩套衛浴耶 三建築這乾四分離 這個就好 就已經有了 所以樓下那個可能沒辦法淋浴 那個地方可能不是讓你淋浴 是放洗衣機什麼之類的 然後這邊 是這樣 樓下那個應該不是淋浴間 樓下那個是廁所 其實它這個高度 厚度 天花板的厚度做很高 剛剛原始的這一層天花板 是這本到上面 OK好 這附近的房子 這附近的房子 這個就好 就已經有了 所以樓下那個可能沒辦法淋浴 那個地方可能不是讓你淋浴 是放洗衣機什麼之類的 然後這邊 是這樣 樓下那個應該不是淋浴間 樓下那個是廁所 其實它這個高度 厚度 天花板的厚度做很高 剛剛原始的這一層天花板 是這本到上面 OK好 那我們剛剛就是稍微帶大家看一下 這附近去吃了一個早餐 就在隔壁 下次可以再選更好吃 花點心思做功課 好不好 趕不多吃 不是應該是 也不是難吃 就是有些微微的 所以從那裡 吃得很急不敢 OK 好 那就是去吃了一個網紅早餐店 然後這一區呢 剛好就是整個菲律賓最精華核心 金融區的馬卡提的住宅區 都是比較高級 比較好的老馬卡提人才會知道的區域 這一區 然後就是這個社區也是這一邊比較精緻 比較新的 因為旁邊看起來都是有一點年紀的房子 比較新然後比較精緻的一個社區 剛好樓中樓的這個房景也比較少 然後又再公設城 走出去就游泳池 然後又有剛剛看出去的露台 整個綠化 到時候花園 你家花園城 這一點很貴 其實菲律賓我們剛剛就可以知道 它的物價也不便宜 去吃那個一個 我們剛剛吃了一千多塊 一千兩百多塊 一千兩百多塊 那是多少錢 吃個早餐花那麼多錢 而且沒有什麼東西 就一個三明治這樣子 那要吃牛排 那我們剛剛只是講說 其實物價沒有想像中的便宜 這個應該也是貴的 而且它是豪宅等級的 這個坪數是幾坪 63平 63平方米 室內空間63平方米 使用空間 大概換成台灣大概20坪左右 20坪上下 然後你要在台灣買到這樣子的坪數 大概要買到312坪去 才能買到這種使用空間 312坪在我們最核心 台北市 不要講台北市 就台中最核心的區域 什麼西區啊 那個老區 七區 不要講七區 我們就講西區啦 老區嘛 那一坪上就也四五十萬 四十萬 新房子四五十萬去 那30坪的一千五百多萬 一千五百多萬 才有辦法買到這個房子 那這個房子 我們目前屋主的開架是多少 講開架之前 我們少講了一個重點 什麼重點 這個是誰蓋的房子 我們都沒講 這個是誰 這是我們前十大的開放商 介紹 那個Megawall Megawall 所開發出來的產品 那這個也是 在廢品這地方買房子 滿看重品牌 品牌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所以 現在我要報價就是 這個多少錢 目前現在屋主排價 是一千五百八十萬的批手 哦 我剛剛說如果在台中的西區 可能要一千五百多萬台幣 這個 西區 西屯區 西屯區 我在台中的西齊這個區 可能買不到 買不到 台幣買不到 台中大概一定都五六十萬台幣起跳 那我們就講這個一千五百八十萬是 Peso 對 Peso大概是九百萬上下 九百萬 九百萬上下 九百萬多一點點 就可以買到菲律賓馬卡提這邊最精華核心的一個 小豪宅 精品豪宅 那如果說你對這個房子有興趣 歡迎你跟阿翰連絡 右下方的台連絡方式 直接跟大家諮詢一些細節的部分 那如果你是最近想要來菲律賓這邊考察的 也歡迎加入我們群組 菲律賓群組 在第一則留言 有加入的方式 我們隨時準備開團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支持生氣化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想請教你 給我多一點點 然後裏面 分享一下 chemical 鏡頭 先喝完 然後 有 你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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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嗎?